蔡英文总统即将卸任 那么国民党团总招呢 则是召开记者会 呼吁蔡英文总统 应该要登上太平岛来宣示主权 我们来看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就说 蔡英文应该捍卫主权领土 这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蔡总统的责任 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有专家分析了 觉得说 其实此时如果国家元首 登太平岛形同借助长 北京这个跟我们紧张的情势 区域紧张情势恐怕会升高 对此一提呢 陈建仁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表示呢 太平岛跟现在的附属海域 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海领土范围 也呼吁中方不要片面干扰 主要呢就是中方现在动作频频 好那么其实呢 真的是捍卫我国主权非常重要 也因此呢 总统当选赖清德他 在竞选期间就多次表达 对潜舰国造的支持 日前也传出他下令将 七艘潜舰一次舰完 也引发了国防预算 会不会暴增的疑虑 不过对此国安院审明是解释说 不可能一次通过预算 而是会透过长期合作的方式 跟船厂或者是零件供应方签约 三月初政副总统蔡英文赖清德 一同出席海巡署巡防舰下水仪式 两人也大力表达对潜舰国造的支持 更传出即将接任总统的赖清德 明确指示把剩下七艘潜舰一次做完 台船表达乐观其成 表示通过预算之后会一艘一艘接连制造 但每艘潜舰原型舰造价大约两百多亿台币 七艘潜舰可是高达至少一千四百亿的高额预算 引发国防预算会在短期内大暴增的疑虑 国防院所长审明是解释 预算还是会一年一年编 潜舰制造不是短期就能完成 还得考虑后续成本以及潜舰系统的更新 不可能一次通过七艘预算 但能透过长期潜舰需求 跟船厂零件供应商讨论长期合作空间 成本也会因此降低 赖清德以准总统身份下令持续造舰 也再次表态对国造潜舰的大力支持 记者夏军陈律拉材风报导